你们有婚约 当然 我们两家父母多认识 我们是娃娃亲 说明吗 可以了 别真把人都感冒 也要我许久吗 你怎么想在 我帮私掌呢 放心吧 我有数 停 不行不行 太冷了 你这个拍摄 怎么也没个中途休息啊 不会是故意整我的吧 又来了 所以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活呢 之前我们就特意备注过 时间紧 而且得长时间站在风扇前 需要有此经验的模特 当然 我们也会额外加钱啊 那时我没看清啊 对不起啊 秦姨姐 如果你实在吃不消的话呢 我可以让人再找个模特过来 你现在的状态太紧了 拍出来的效果不太好 不行 我高清音从来没有中途 放弃过拍摄 你可别败坏我名声 尤其是在宋星辰面前 好 继续吧 继续 继续吧 说实话啊 意外得不错 我也觉得 还真是 年轻有朝气 不用打肉毒就能紧致的皮肤 怎么拍都好看 得了吧 跟你那个时候比起来呢 还迅速三分 不对 五分 外表也算是能力的一部分 不得不说 她这个妹妹还不错 怎么 有危机意识了 我还不至于和一个小姑娘一般解释 啊 轻 宋星辰真是个母老虎 臭狐狸精 她这个闺蜜啊 跟上次那个店员一样讨厌 无疑累惧 累死我了 早说了别逞强 赶紧换件衣服 洗个热水澡 别耽误明天工作了啊 这可是女人的尊严 我才不会让她看笑话 秦逸啊 不是我说 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 含蓄啊 怎么说 首先啊 你比她漂亮 比她年轻 是不假 可万一 她就是苏哥哥喜欢的类型呢 不可能 你不想要 我还有后手 瞧好吧 该我出招了 这些片子 全部打包好发我邮箱 我们再看看 用盛色调精修 这个就挺好看的 宋星辰 怎么了 我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应该把话 和你说清楚 什么 清澈是我的 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她了 你还好意思说 没事 大家辛苦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收工 你去帮忙收拾一下东西 正好 我也想和她聊聊 好 有事找我 这才是你今天过来的正题吧 清澈说过要娶我的 要不是因为你突然出现 她不会抛下我不管 娶你 你们有婚约 当然 我们两家父母都认识 我们是娃娃亲 我们我 这个人在是妻子中的 看我 好 你看啊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脚踏两条船吗 你和前任不清不楚 还吊着我哥 在不明白事情原委之前 不要瞎说话 苏清澈他选不选择你 你不应该来找我 而是应该去搞定他 明白吗 你好 这是十二号旁吧 是 这在拍摄是吧 清澈哥哥 你来接我啦 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配合大家好好工作 我配合得可好了 你看 我都快感冒了 哥哥 你摸摸我额头 我是不是发烧了 我看看 没烧啊 你不应该叫哥哥 应该叫叔叔吧 韩肖玲音怎么在这儿 清澈也在 好巧啊 今天正好碰上星辰姐要拍摄 我可卖力啦 你听我说是这样的 听跟我说她有些不舒服 可能有些发烧 让我过来接她 我 我这才过来 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 要不然的话我 反正 珍常 我又不需要跟你汇报行踪 那个 她没给你们停热闹吧 没有 高小姐的业务能力很强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如果没有最后这一茬的话 星辰姐 工作上我可认认真真给你完成了 你可别倒塌一趟 工作时间就是工作 如果要问其他的问题 请你挑好时间 不是来接人的吗 快领走吧 不是 星辰 你听 你听我说 小林 你和摄影师好好沟通 今天的片子 我们斟酌选好了再修 去吧 这儿放心交给我 走了 星辰姐 正好碰上 不如让清澈哥哥也顺便送送你 不必了 清澈 星辰 星辰 哥 清澈 你就是我的妹妹 不要再做这种让人误会的事行吗 星辰 是不是喝醉酒了 孟楠楠 陆星辰 你知道她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她是卖女性内衣的 吃喝多了 别闹了行吗 我没喝醉 小点事 我特意来找你的 你要干什么 你说 我哪里比不上董星辰啊 我比她年轻 比她好看 我有那么多粉丝 小点事 那么多也行啊 你别闹了行吗 不行 别闹了 不要 我现在给木楠打电话上再接你 没有没有 我今天哪里也不去 我就住在这儿 行了 你别闹了行吗 你 我 我 七岁那年 你第一次牵我的手 别闹了我不知道 十岁 初假刚结束的时候 你每天背我上学 那是因为你腿断了 十五岁 你为了保护我 一个人打了三个小混合 因为那些都是你找来的演员 哥哥 你变了 宋星辰那个女人 那样子 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星辰 我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个地方是你来的吗 宋雯 星辰 你听我解释 我变了 星辰 星辰 你先别走 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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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别走啊 星辰 我这两天很忙 你还是先照顾他吧 星辰 你能不能松开我 星辰 星辰 你放开我行不行 你放 你快点 两位请进 他在带领上很有经验看亮是我们最大的行程银行车 梁总 宋老板 准备好了吗 我来介绍一下 宋雯小姐 我来介绍一下 梁总 好久不见 你能来是我的荣幸啊 我来介绍一下 宋雯小姐他们公司也会参与这次的竞标 我们当然会从中则优录取 而且宋雯小姐可是这一行的老人 你们要加油了 曹老板 当然了 即便是没有宋雯小姐 我们也会全力以赴 嗯 那行 都别愣着了 大家准备开始吧 唐教授 好好帮我把我管 别跑事 女性 总是被各种标签所束缚 身高 体重 颜值 都会被人拿来讨论 而女性用品能够在庞杂的市场上 占据一席之地 正是因为她们的出现 帮助女性解决了上述问题 但随着市场的发展 产品不断地优化 可选择性不断地增多 女性用品的客户群 不再尽情局限于某个产品的实用性 宣传理念 包装设计 以及从实用性颜色而来 不太容易 不会被决定 这 这么不容易 那种举手avia 太太不浪费了 脸 好了 这 太不浪费了 分析方案 你怎么还没走 碰见了苏先生 所以聊两句 今天谢谢你 举手之劳啊 清澄 我有话对你说 对不起 我今天没空 过两天再说吧 教练 我们走 他们这是怎么了 小两口吵架 咱们就别掺和了 毕竟咱们都是外人 你说对吗 我说对 清澄 清澄 你想干吗 我就是想把话跟你说清楚 高千英是因为喝多了 所以她说的那些话 你不要太放在心上 你不用说了 昨天你妹妹说的时候 你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可是你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啊 没有人会因为小时候 青梅竹马的往事而生气 不过 一个一直喜欢你的女孩 半夜直接开门进你家 我是不是得消化消化 我不是圣母 我之所以把密码交给高清澄 是因为我担心爷爷年纪大了 我担心她把密码忘了仅次而已 什么意思啊 是新的密码 我把密码改了 以后 如果我不在 我让爷爷问你要 我更放心 爷爷并不知道我 我也在等你的贵妇呢 小艾将我收假了 干我们的事 看你表现吧 我来说 你不是有什么事 我来说 你不是要